今日的題目看得很長,信者得救,職場,真千日,談談交友之道。 其實有一個字,就是信,下面跟大家聊聊天。 聊聊天就輕鬆一點,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不怕問, 因為我比較成熟一點,人生可以說走了少少路程, 做很多路程,希望給大家的經驗分享和談談, 我自己在很多中華文化領域都是去做一些事情, 在做當中學習。 今日講的大綱就是信的,意思是什麼呢? 信和意義有什麼關係? 因為很多人說交朋友是不是要講義氣呢? 這個問題就肯定很多人會留心聽一下。 你怎樣用信來交友呢? 信的力量是不是控大呢?我或是無限大, 是不是這麼厲害? 信任別人和誠信待人的修養功夫, 我們怎樣可以做好一點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給大家一些意見。 首先我們講信的意義,信這個字有什麼意義呢? 在說文解字下,簡稱是說文,大家知不知說文解字的本書 是大概什麼時候出現大中學? 互動一下有沒有人回答? 不怕,答錯是包容來的,不用糾紛。 答就可能有獎那個,沒有人回答。 漢朝,漢朝出的出文解字是全世界第一部字典。 一個字典是中文字典,不是這個文字典, 但當時外國未有字典這件事, 我們中國私人字典。 就解釋這個字,信是什麼?成也。 是成的意思,成是什麼? 可以說成實,從人,從人,從言,會意志,這個字典。 古文怎樣寫信字? 言字加心,也有人說奇怪,言字的心字是信字。 註解說文解字文書的一位前輩段玉才就說了, 人言則無不信者。 人如果要講出來的說話, 應該是所有人都值得相信的。 為什麼你講話呢? 相信你講,聽你講,今晚約你吃飯。 那如果是假的,那你說什麼呢? 我們俗語話真是廢話。 說來浪費了些氣,不如不要說。 所以凡說清楚,你應該都是什麼? 所有人都要相信。 但我經常講一句說話, 你講話其實是誰第一個人聽呢? 我和你講話,是不是就是你聽呢? 不是,是自己聽。 你現在講話其實是自己聽到。 為什麼? 你的腦是砌了一些語句,然後講出來。 腦在自己內部已經有一個邏輯, 砌好它,然後才講得出來。 這個邏輯是好嗎?很快,很短暫, 因為我們人很聰明。 你拆好之後講出來,不對。 故從人而。 所以,因為人講的東西, 我當然是相信自己講的東西, 我講給人聽。 所以,人講的說話應該都值得信的。 這個字,表面上這樣解釋。 我們講回剛才那個古文字是什麼? 它這樣寫, 而心, 其實在古書, 我們古書用什麼? 觸簡, 它是這樣寫的。 心就在下面。 如果你講的說話, 在心裏面出來的, 是否值得信? 肯定值得信。 你如果有個女朋友, 你用心去講話給他聽, 如果他能領略得到的, 當然相信你。 如果你不是用心說出來的, 隨便說的, 不就是很類似說謊, 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說話, 如果從心說出來的, 肯定值得信。 你們未來之前, 兩位詩儀在操練, 操練他的說話。 為什麼要操練? 操練到他內心, 都充滿這些說話。 他講的時候, 很自然說出來, 跟我介紹給我, 今天講成什麼。 他要經過操練訓練, 入了他的心, 他又再講出來。 這些說話是什麼? 值得相信, 他已經操練得很純熟了。 你跟別人講話, 只是想人相信, 有沒有人講話想人相信? 沒有, 我想都沒有, 即是沒有理由講話, 講話不想人相信, 不要講, 即是這麼說。 所以人言為信, 你所講的東西, 其實就是想人相信, 但別人未必相信。 你怎麼令人相信你呢? 不是我真是一場真心話, 講給你聽的, 我很喜歡你呀。 真是假的, 我不是多信, 是嗎? 人家未必相信你, 為什麼? 人家觸摸不到你的心, 就是聽到你的說話, 即是這個, 我看在前面, 聽到你講話, 看不到你的心, 我說不信, 怎麼觸摸到心? 以下我講一些, 可以讓大家參考觸摸到心的情況。 第一, 如果是心觸摸不到, 你看看他講的東西, 可不可以做得成的? 言誠就是誠, 誠不誠懇的, 誠不誠實的, 不是講他現在這句說話, 你要認識那個人, 看他以前講的那句說話, 你看這位同學以前講的說話, 每件說都是做到的, 很有誠實, 很有誠, 信, 所以他以後講的我都信, 但如果他有一次, 講了大話, 咦? 他為什麼會講了不對的東西呢? 可能他打折扣了, 扣分了, 不信他了,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是什麼? 我比較喜歡用大家年輕人的, 修復來講一下為什麼, 因為現在年輕, 我們可能有女追男這個正常的社家活動, 好, 告訴大家, 真是的, 你一切不要講, 如果你說了一次大話, 跟你女朋友, 或者跟你男朋友一次大話, 慘了, 我告訴他, 是很難補救的, 你寧願不講, 所以我千萬不要講大話, 但是你可以不講, 喂, 你昨天去了哪裡? 這個問題, 我稍稍先回答你, 現在不想回答, 你可以用這叫什麼? 外交術語, 不要回答他, 但是你不要講大話, 不是, 我昨天去了太平山, 不是喔, 我看著你, 在尖沙咀, 不知跟哪個人, 在那兒逛街, 那可能你是表會而已, 沒有什麼, 但是你又不想講, 不是吧, 原來給你看到, 現在慈不中, 下一個, 慈不容, 所以誠實或者誠信, 你說的說話, 做不做到, 很重要的, 在你現在的階段重要, 在未來階段重要, 在整個人生都重要, 孔子嘉瑜這本書講, 他說這個愚者, 愚有居處, 齊勒其, 坐起恭敬, 言必誠信, 行必忠正, 我們簡單講, 他的起居很恭敬, 即是不會說, 沒有禮貌, 不會隨便, 言必誠信, 說話一定是什麼? 誠實有信用的, 他的行為一定是什麼? 恰到好處, 很忠肯的, 很正確的, 不會亂來的, 正如我所講, 你如果講一次謊話, 人家已經扣了君了, 好, 還有你的行為, 你說的說話和行為 配不可以入到呢? 哎呀, 你真哥哥, 我明天請你去山頂, 吃個下, 自在大黑, 廣中原來不是的, 你都不是做這件事, 你以後不要叫我, 你叫我大排公式, 我都不去, 我何方說, 哄我, 後來就不會相信你了, 你要怎樣, 你真是做到出來, 刻到處, 我就想請你吃飯, 不過只有30元, 大家買一碗魚蛋粉, 兩個人吃, 恐終能告訴你, 我只有30元, 大家買一碗魚蛋粉, 大家吃, 不怕講實話, 要講實話還是不講呢? 教你這個技術就是不講, 不講, 是不是需要不講? 因為需要講實話, 你要看一下情況環境, 但千萬不要講大話, 千萬不要講大話, 你可以告訴你, 有多少錢都要改呢? 沒有, 很少而已, 那三元是少還是多? 很多而已, 有些人說, 那美國多? 你的標準多少錢? 多錢呢? 有一千元, 這麼少的一千元, 我以為很少, 當你帶著一千元去街, 你會說, 沒有很多錢去街, 有些人說, 我帶一千元沒事, 當時是沒有, 沒有階限的, 所以這些話你可以說, 你沒有標準的說話, 今天我們今晚吃飯, 你帶了幾千元, 很少而已, 可能他已經, 可能兩千元很少, 他說, 今天我帶了很多一千元, 我怎樣去找稅, 原來一千一百元不夠找, 是不是? 這些話是沒有一個, 很正確的標準的時候, 我們不怕, 小心點講, 或者是可以坦白講, 但是一些承諾的說話, 即答應人的說話, 你就要講清楚了, 老闆, 你讀什麼科, 你讀什麼科, 讀什麼科, 什麼, 設定正確了, 好了, 你去設定公司做事, 你明天早上九點鐘, 我要設定新手錶的款領, 給我按照片, 行不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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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行, 我明天早上回來, 行, 沒有的, 交不了功課, 怎樣? 這個, 這個科技,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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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第二個科技做, 為什麼? 我交代你這麼緊要的工作, 你都做不到, 那你怎麼做下去? 所以, 不要輕言承諾, 好了, 經常都怎樣? 那晚不睡, 通宵都做給他, 但我以前做事是這樣, 當然, 很多時候, 沒有法子的, 明明知道不行, 都答應, 唯有什麼? 通宵做, 真的通宵做, 明天交個Report給我, 遲一點行不行?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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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交吧, 那通宵做吧, 真的這樣做事, 這個就是承諾, 你真的告訴他不行, 當然他接不接受, 他不接受, 那你交不了, 沒法子, 但問題是, 你想不想做好自己, 你自己可以是, 想清楚些, 答應還是不答應, 但答應了一定要小心, 大家可能聽過這個人, 希元皇帝, 就是說他為什麼這麼厲害, 做到皇帝, 就是說他, 敦敏誠信, 敦是敦厚敏捷, 敏捷但仍然有誠信, 即不是你急躁那種敏捷, 敏捷是快, 快得來是什麼, 是有誠信的, 不是亂來的, 我們說, 有很多人快就會亂, 快點坐下, 快點坐下, 立即做, 做錯了, 做錯了當然沒用, 老闆當然想你設計做得好好的, 交給他, 你交得錯了, 錯了白出的, 不如不要交, 第二個, 我們說語言的力量, 其實這裡我想跟大家聽一首歌, 大家知不知講話會造成很大力量, 你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大家可能都聽過一言輕邦, 一言喪邦, 就是你可能做外交官的, 但是突然間, 你說錯一句說話, 分分鐘可能國家打仗, 忙了國都不來, 亦都可能你講得好的話, 你將敵人送走, 好, 不要緊, 我們聽不到歌, 我們先講一下, 孔姑子講, 不學師無異言, 為何我們要學師, 然後講話會好呢? 因為師就是比較文雅的言語, 你講話文雅些, 柔和些, 輕鬆些, 人家當然容易些去接受你, 這就是我們基本上, 為何古人要讀多些師, 師就是找文, 好似唱歌那樣, 我唱兩句給大家聽, 唱得不是好, 因為我不是歌聲, 說的, 叫我哲學, 我要哲學, 誰是哲學的師, 人家以哲學, 我哲學, 你叫我哲學, 我哲學, 你叫我哲學 喝泡香糖 謝謝 很有力量 謝謝大家 其實只是說笑而已 為甚麼呢 我只是告訴大家 其實我以前唱歌是走音的 我有一個唱號 叫做走音歌王 今天大家都說走音 好像都沒甚麼 都叫做勉強含泽 為甚麼來的呢 練習 一個人要通過練習去改變自己 讀書就是改變自己 如果你讀多詩詞歌苦的東西 你這個人講話溫柔些文雅些 我想大部分女生都喜歡溫柔文雅 因為女性是比較柔 如果想追女生就懂得了 很簡單的 我告訴大家 教大家就是作首詩給她 搞定立刻 喜歡你了 為甚麼 嘩 會作詩 很厲害 我想告訴大家 這個語言力量 是你自己要去學習 去追求更好的語言力量 不是硬崩崩就是力量 是甚麼 是一種說服力 別人覺得信你的語言 接受你的語言 這個就是力量 這個語言裡面的力量 不是很硬 要聽我說 不是 你講得出來之後 是很柔和 但別人會接受會聽會明白 這首歌是甚麼 這首歌簡單講給大家聽 就是1926年的時候 1926年嗎 我們講講就是民國初年 1911年就是民國元年第一年 1926年就是民國初年 一個老師去到英國的時候 在英國寫了這首新詩 這首新詩來的 背景 我現在寫了 教我如果想她她她的企人編 但原作是寫個女字哪個她 因為當時的新聞學 開始 不要只是用企人編 為甚麼我們女性 地位我的台高 寫個女字哪個她 可以嗎 可以 在討論著 剛剛在討論著 這位劉半龍老師 就用了那個女字哪個她 但以後就很多人 又用那 有企人編 有女字哪個她用 無所謂都是通用 他寫女字哪個她 就說 我們要用另外一個 新的語言的力量去提升 你會看到 是不是好像 一個男女之間的戀愛的語言呢 這樣就無人知道 後來 趙元任這位教授 很厲害的 這位趙元任教授 在美國的哈佛大學 是中國人教授 是第二個 去哈佛大學教書做教授 教甚麼呢 教中國哲學 中國文化 她是第二位中國人能夠進去哈佛大學學府教書 她不是主修音樂 但她語言力量很厲害很厲害 所以她對音韻學都很好 她能夠懂得作曲 這首曲她見到詞很漂亮很好 就作一首曲 配了曲上去 她怎樣厲害呢 我們知道中國很多謊言 哪位是潮州人 有沒有潮州人 是不是潮州人 知不懂潮州話 懂好東西 中國很多謊言 有潮州話 客家話 甚至乎我們說 福建話 可能潮州話都不同 順德話 很多種語言 這位趙元任老師 多厲害 她能夠跟人聊聊天 譬如她跟潮州人聊聊天 她就懂潮州話 她懂潮州話 她總共認識了三十三種中國謊言 三十三種 大家不知怎樣數 我都不懂得數 33種 當時在那個時代 有一位英國日説學家羅素 來中國訪問 英國日説學家講英文 她跟她在中國走一個圈 去到學府或地方去演講 她就做翻譯 譬如去到湖南 她就幫她翻譯成湖南話 去到福建翻譯福建話 因為33種地方語言 所以人是有她的長處 她就發揮她的學問 她成為她的語言力量 這就是她的語言量 後來有人問她 究竟那個劉半龍老師 是作這首詞的時候 是否有個女朋友 她說不是 這個女字邊的她 其實除了說女性之外 是代表國家 因為大家如果英文留心一下 英文如果寫country 這個字她再講下去 是多數用女性來表達的 又不是用男性的角度來表達的 所以她說西方人是用國家做女性 等如我們講和和 和和叫母親和 很少人講和和是父親和 為何要講母親和和 因為母親是女性 女性又有生生的力量 又有生育的力量 是她的德殊天賦的能力 所以有個女性的形象 大家想說國家好 就有女性的形象 所以這個英文是外國文 中國沒有的 從來都沒有說國家什麼 男性女性沒有這個形象 但是英文或者其他歐洲語言 她就會有這個形象 所以她就說 其實身思是無所謂的 留下想像空間給大家 你說她是女朋友就行 你說她是男朋友就行 你說她不是 這個可能是你阿爺都行 當然我如何不想她 想著阿爺都行 阿爺抽大我的 我就想想阿爺 哎呀真是想念著阿爺 行不行行 這個她是可以很多很多無限的 這就是身思的語言力量 我想告訴大家 讓你有那些想像的空間 讓你有更加豐富的想像力 所以剛才講的甜思給大家聽 你喜歡女朋友很簡單 就是寫了詩給她 讓她想像一下 她經常想著你 教我魚肉不順嘆 她想著你 OK搞定 這樣她就喜歡了你 但是我們這個是想像的空間 可以很寬闊 可以是無所謂 無所謂 無所謂 但跟別人講的一般我們講 你講承諾的時候 就要一言九鼎 要很實在地答覆別人 喂 明天我們要交功課 交不交到呢 交到還是不交到 講清楚 那些事要講清楚 很支屈鼎 很重地放在那裡 不能動 即是答應了別人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是無得轉變的 無得轉彎的了 所以不要那麼容易答應別人 因為誠信是甘 好像甘那樣 講得出做得到 其實就是誠 我經常現在聽到一些年輕人說 隨便吹下水 你講不懂我 幾 那是幾肚子還是幾不肚子呢 幾 你講我多不多 多 會不會幾 如果你說 講我多不多 幾 即是幾多還是幾少呢 是不是 如果你答幾的時候 我就死了 我就不知你說幾多還是幾少 講我多不多 幾 他不是說幾多還是幾少呢 是不是 這個不是答案 你這個答案幾 應不應該用呢 我不是說不應該用 什麼時間應該用 什麼時間不應該用 就是你要小心 當如果你認為那些說話 你應該是答得清楚給人聽的時候 你就要答清楚 就不要答幾了 但是你會整天習慣了 什麼都說幾 那就是幾的呢 那就是幾的 那就是你不清不楚 自己 講講下變成什麼 好像講大話 又不好 講得出做不到 就是什麼 沒有承諾 沒有承諾 沒有責任 我昨天收稿 說今天有兩位私人 來做 他們兩位都是讚多一次 答應了個贏 猛操練 做好些它 你接了那個job 接了個order 答應了 你就要做好它 坦白說 如果你將來做設計 我整天都講 可能你第一份作 老闆說 你問老闆 我做這個設計手錶 你給多少薪水 一元薪水 一元薪水 做不做 那你想 你不要說幾 你應該說 做還是不做 你說不做 太少薪水 一元薪水 但假如答應說 一元薪水 我都做 或者義工我都做 那 當你答應了 你就真的要做好它 前面是你可以討價還價 當你答應了 過了這個討價還價 那第一關 你就要第二關 是甚麼 你要做好工作 給你們看清楚 你的功夫仔 所以我經常也是說 叫大家年輕人 去做多些義工 在你們現在的階段 可能有些時間 或者有些興趣 去找多些東西學 的時候 不妨做義工 其實在做義工當中 你學到好多東西 你如果只是計較錢的時候 你可能是少了好多機會 但你做義工都要承諾的 你不要說 報了名就不去 我知道今天 就有百多人報名了 來不齊 可能很多原因 他自己怎樣呢 他自己的事 我不是說他怎樣情況 但最重要一件事 你自己怎樣去安排你自己的生活 安排你自己人生 沒有人幫到你 請確認 請確認 他收到我的肌 同學 好 第二件我要講的 就是信和義的關係 除了我們做朋友 要有信之外 很多朋友都講 究竟是否有義氣才行呢 我引些少少經典 人 人 人是信之器也 為何人是信的 屁之器命 為何人是信的器命 可以裝著 人愛或人慈為何可以裝著信 因為當你有仁慈人愛的心力很大 你將你人的心量放大 你就可以裝著你的誠信 信是甚麼 當你有這個信的時候 是義之重也 是一個義氣的義的重量下來 即是可以穩定下來 令你的義可以穩定下來 我很有義氣幫你 你很有義氣幫人 但你沒有誠信 講了一句算數 沒用 但你說完我要幫你 這句信是甚麼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我都動了 那你才是真正的義氣 真正有義做到這件事出來 義、利、之、本、人 其實我們能夠做到義這件事 你自己有甚麼 很有利的對自己 剛才講 做義務工作或者做義工 你不要以為沒有利益 其實是很大的利益 你自己去明白 你不達或者揣摩到這個當中的利益 就是你的聰明智慧所在 而也有個另一個說法 就是公義 現在我們發覺社會上有甚麼不妥 我們是否要爭取 對 這個公義 但這個公義是甚麼 公義這個利不是你個人的利益 你千萬不要為了 千萬不要為了說 這個公義的利益 我去做 是否呢 反省清楚 你不要幫人拿取利益 這句說話是錯誤的肯定 因為人家要不要利益呢 人家是否需要這個利益呢 我聽很多年輕人說 我幫你去排隊 去有東西派入我幫你拿 那人家是否需要呢 人家都不用你幫他排隊拿東西 你去排隊幫他拿 原來拿甚麼 拿一張說明書 拿一張優惠QPON 買甚麼呢 買手袋 人家是否需要這個東西呢 你要搞清楚 這個公義這個義 是否真的人家要的東西 這個利益是否人家要的 很緊要 扶正者正日 正字是甚麼意思 是將所有東西做好正確 如果軍那個領導者是正的 老百姓就會跟著他 領導者所謂做得好 百姓一定跟著他 如果那個領導者不正做得不好 百姓又怎樣跟得好呢 這就是我們看那個義的闊面層面 去看下一個領導者 他為了公義不是計較子的利益 是為了所有人民的利益 帶領著人民向正確的路向走 所以如果你們做義工隊的隊長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 你們一定要不要想著自己 要想著後面跟你那些的義工 他們怎樣 他們有甚麼問題 你要幫他們解決問題 當你做義工隊長的時候 其實是在訓練你自己的管理能力 你的管理能力 你能夠管理好自己的義工那隊隊 那隊人很重要